内部结构很均匀 也很软熟 今天我们来做白糖糕 这个白糖糕是最简单的糕店 这是煎米粉、白糖、酵母、水 这些主要的材料 这份煎米粉是200克 水有400克 两份各是200克 白糖是100克 还有酵母是3克 这些硕料杯很多人家都有 是不米的 我现在用它来用它来用它 用它来用它 现在浸浸一下 浸浸一下这些杯有多重 把杯放在一起 把它调为零 然后我用杯去腌粉 这些是煎米粉 腌粉的时候就是这样 这样腌和倒下去有区别 这样腌是确实一点 所以重量就有少少出入 这样腌是大概一杯 所以这杯粉是属于满的 就是100克 所以一杯那么满的粉 就是100克的粉 如果你说做白糖糕200克 就是不两杯 我们来浸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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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浸 好,这样射浸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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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用的是鹽殼 鹽殼有多大呢 就這樣大到 這個深度 也有少許的深 筆一殼剛剛好 就是3克 我現在拿來裝酵母 一殼的酵母 這些都是大概的 不需要太準的 準備好鑊滾水 我們用 水分開 攪到沒有粒粒為止 這些粉你怎麼攪都不怕 煎米粉是很容易攪的 很容易攪的 已經很漂亮了 好了 好了 我們現在呢 就拿些糖和這些水 進去 融化 先倒些白糖 融化 一定要讓它完全融化 融化 一下子裡 一下子倒了 有六熟粉 我們現在可以 慢慢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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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已经是半生熟漿了 可以滴到的 不会是水渣渣渣 有点黏稠 已经是半生熟漿了 现在还很热 要等粉浆到30度左右 才放酵母 这些粉浆就微微暖 这个时候可以放酵母 搅拌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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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发酵的步骤 这个锅里面有热水 搅拌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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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盖上盖子 1-1.5小时 1小时20分 发酵母 好多泡泡 现在把它 复原一下 发酵母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就可以 放少少粟米油 随意放些就可以了 放了油 将下油 破均匀 蒸盘里面 放些油 把盘盘搅拌均匀 边上也要搅些油 倒匀 倒入蒸盘 不要蒸 等20分钟后才蒸 等二次发烤 现在是20分钟 现在二次发烤很多泡泡 大家蒸的时候 最好还是放蒸架 避免它入水 我这次是没放的 你们蒸的时候 最好就放蒸架 蒸20分钟 蒸好了 这个白糖糕就蒸好 肉都冻了 它很容易离底 放了油很容易离底 放了油很容易离底 很容易硬 这边 很漂亮 摸起手都非常手禁 好好 现在来切一下 火锅 放入鱼盆 和保鲜盆 放入鱼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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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结构 是不是很漂亮 它的内部结构是很均匀的 也很软熟的